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嗨,簡文斌,台北司機大哥 喂,傑克,馬安 司機大哥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46歲,台北人 好,台北司機大哥,你想說什麼? 是,我台灣出生的中國人 我回答一下剛剛上一個網友說的第一個 台灣人的焦慮主要是因為 訊息都被執政黨 還有美國的勾連勢力所壟斷 接受到的都是一些 我們每天看的到只有大陸的負面訊息 我們完全看不到大陸的 好意跟善意 在我們島內的信息檢訪裡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當然是只能用粗放的框架來去規範 這個統一的架構 因為細節要誰來談 細節要台灣跟台灣的地區的政府 跟大陸地區的政府要坐下來談 那習主席早就已經發過邀請說 你們誰要來談台灣方案的一國兩制 而這所謂的一國兩制並不是 民進黨跟台獨門捏造的所謂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要去併吞中華民國政府的這樣的一國兩制 從大陸一直以來講的都是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我講白話一點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領地 主權領地 這個中國主權領地 包括中國大陸這一片土地 跟台灣這一片土地 那麼誰都不能夠把兩岸的土地分開來 他沒有說中國是 他沒有說中國就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這個是九二共識 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知權 我們不要在嘴上提 你不要逼我承認 不要放在檯面上逼我承認 這樣事情才能談 我相信大家在生活上 都有這樣的經驗 為什麼放在九二共識的時候 就變得好像無法理解 對啊 所以說按這樣的架構來看 他本來就是很有心 要平等的跟我們台灣的當局 坐下來談 怎麼樣合作 怎麼樣未來融合 怎麼樣一起來對中國這個主權大領地 能夠更好 甚至最後可能走向統 最後走向統一以後 怎麼樣一起在聯合國裡面一起努力 這個架構未來如果成了一定會 反饋到聯合國去 可能會有新的國號 對不對 可能新的國號也叫做中國 你懂我意思嗎 中國是主權大領地 他的國號叫中國 就兩邊都改成中國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我們都刻意把它扭曲成 是中國就是 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和國要來並存民國 根本就不是這樣 在法理上也不是這樣 可是他們 他們就是刻意主權 扭曲這個主權跟治權的關係 把它連結起來 就會造成一種 好像人家來欺負我們 所以台灣人的焦慮其實是 台灣島內的政客自己 給台灣老百姓的焦慮 然後以此來獲得選票 跟政治上的利益 你看 有一件事就能證明了 就這兩天不是 在立法院吵來吵去嗎 執政黨還發動 外圍的民間組織 來抗議嗎 就是當家還鬧事啊 那已經完美的掩飾了 掩飾了什麼 就是掩飾了 選民根本就是感性 而不是理性 選民大部分對政治 是完全不懂的 甚至是懂非懂的 這已經掩飾過 台灣島內的選舉 已經掩飾過無數次了 台灣島內選舉 從來沒有選出一個對的人 沒有選出一個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有條件的人 永遠在台灣島內的政堂 他就是選不上總統 我講的沒錯吧 台灣島內選舉多少次了 有哪一次解決了關鍵的問題 完全就沒有啊 就只有那一張選票 投票那一天 我是基層老百姓 我拿到那張選票 我覺得我好有獲得感 我獲得 我原本是底層老百姓 每天只能送外賣 我今天投票拿了一張選票 我可以決定柯文哲能不能當選 你可以決定誰能當總統 有一種獲得感 這個就跟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的宣傳一樣 我原本是在中華文化裡面生長的國民 中華文化教我們要有禮義廉恥 要有四為八德 這個底層就是叫我們說 我們要限縮一部分個人的利益 然後來去搭配 或者去配合集體的利益 那麼對我這個個人來說 我一定會有一些失去 可是當我接觸到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的時候 我得到的是一種獲得 所以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 總是比宣傳中華文化還要來的容易 被接受 為什麼因為有一種迷惑性在這個裡面 可是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有解決什麼事情嗎 你看我們是不是因為崇尚崇拜自由 所以我們的賴清德總統 還能夠搞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們一路上 從來都允許 違憲的台獨主張政黨 能夠參政議政 然後一路走到現在 不都是我們這一島內 崇拜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 然後所造成的結果嗎 這已經證明了 我一直以來在講的 這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 根本就是西方的毒藥 台灣也從來沒有所謂的民主 他只有程序投票這個程序而已 也就是我們主動程序正義 但根本就沒有民主啊 請問什麼時候政府實現了我們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望 我每天都要吸燒炭燒煤的廢氣耶 每天台灣的空氣都現在都很差耶 對不對 然後我在搭捷運我還沒有安全的在捷運裡面滑手機的自由 我得多花點時間抬頭看看周圍耶 然後我們的自由是要保障什麼 我們不只要保障為善的自由 我們還要保障 人人都能藏刀蟹在包包裡面帶進捷運站的自由 我們用所謂的自由 來去善效大陸 為了公共安全所做的安檢措施 還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現在 有好幾個人受傷了 所以我說 我們火燒森林成片 有人受傷 再來事後補救 反而比防患於未然這件事 更能夠體現 百分百自由的價值啊 是不是啊 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為 為了保障 兇手在捷運站有統人自由 而受傷的那幾個人 我們要給他做出禱告跟祈福 是這樣嗎 不是啊 對啊 所以 根本就沒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只有相對的自由 那個界線也很簡單 就是 搞清楚個人跟集體間利益的關係 你就找出那個界線了 可是我們現在是個人主義加自由主義 然後無限上綱 所以我跟老師一樣大 我在學校可以打老師 我回家可以跟父母頂 無限上綱的頂嘴 因為我跟父母一樣大 是這樣嗎 所以這個社會 完全就是因為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 就整個變了一樣 而且他取代了原本 我們台灣社會 這個社會風氣的中流砥柱 也就是中華文化 對 然後用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取代了以後 整個社會就走樣了 然後那些政治人物也開始走樣了 然後國軍也開始走樣了 那些官兵弟兄 哪一個不是為了錢才去當兵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發生了戰爭 我想也很快就會投降了 因為個人主義跟自由主義當道 所以他也會為了自己的安全 然後就 舉白起頭想這樣 對啊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是說 你說這個 我覺得 現在這個軍演啊 我覺得 他還是在整個中美的架構下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只能粗淺的領略就是說 因為人家不是說拜登 現在7個州是不是 得票 民調都輸嗎 所以他越接近11月份 他會越緊張 對不對 今天 台灣因為台灣的領導人 他講了一些這樣排毒的話 人家當然要反應 做一些反應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也是 他應該也是邊做邊等機會 那個機會就是有可能是不是 美國的總統大選越接近的時候 拜登會不會眼看台灣 還是點不著這個 踩火 然後可能就狗急跳牆去弄別邊 然後 我們原本在 就是在圍這個島對不對 然後就忽然間 反而去搞美國想要點火的那一邊 我就是不在台灣打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如果說 也有可能是 當然也有機率是說 我們島內領導人搞台獨 更跳了 然後或者是說大陸 內部發生了一些事情 他必須要 所謂的 戰爭 然後來去轉移一下目標 不過這個可能性更低 我覺得比較有高的可能是 如果他們能穩住這個局面 然後 然後 而且提到一些震懾的效果 至少能夠控住 還是一樣沒有人敢來動這個杯子 然後還是一樣這個水 不要把桌面灑的都是 但是因為 越到11月 美國總統越急 他就開始狗急跳牆 不擇手段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一個轉折點 然後我覺得還有第三件事 其實大陸一直在講的就是 你這個台灣島 中國台灣島的土地 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也是中國大領地的一部分 他一直在講的都是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一直在講 都是政治上感情的這種事情 就是 中華民國有2300萬人 來決定前途 OK啊 人家共和國政權 沒有反對啊 沒有反對說你2300萬人可以決定前途 問題是你不要站著 我的土地吧 你不要站著中國人的土地吧 你如果要台獨 那說 你台獨 那你 你是不是應該到 到外面找一塊土地去台獨 不然你就要跟人家打一架 然後把這個土地 全力確定下來 你不能夠無視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關鍵都在這 就是不想面對這個土地契約的問題 嗯 以上謝謝 好好好 謝謝你啊 這個司機大哥 謝謝你的分享 OK好 掰掰 喔 我看到了一個 好久不見的 喔 我要接他 喔 大佬你稍等我一下 我先接你 然後 我要去上廁所 你等我一下啊 等我 我上廁所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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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